接下來的重點叫做勒莎特類原理 就是我現在已經是平衡的可逆反應 但是我把條件改變了一下 那請問你可逆反應會如何的做 答案叫做朝抵消改變的方向進行 如果我現在增加A 我就朝讓A減少的方向進行 朝抵消改變的方向移動 然後就達到了一個新的平衡 新的平衡 新的平衡 然後考試會問你說是增加正反應速率 或者是逆反應速率 然後或者是說向右或者是向左 那等於向會有陀拉圖的顏色要背 就問你說從什麼顏色變成什麼顏色 或者是問你顏色會變深或者是變淺 諸如此類的問題 那等一下膠的方程是有顏色的 請你需要把顏色給我背起來 考卷的題目有些會給顏色 有些不會給 所以你自己要把它背好 那照顏色原理我的教法叫做取有餘補不足 多了就送給人家 少了就向人家要 這是一個我們達到平衡的可憐反應 如果我讓A變多了 多了就送人家 送人家 所以反應就朝右 正反應速率會增加很正常嘛 A變多 A跟B的碰撞機會變多嘛 所以正反應會增加嘛 那如果我讓我的A變少了 那就少了跟人家一樣 所以呢反應就朝左 逆反應增加 我本來是一樣 我本來是一樣快 結果A變少了 正反應就變得比較少了 所以逆反應就增加 所以就多了送人家 少了向人家要 這就是我們的 勒沙特類原理 取有餘補不足 然後就判斷反應會朝哪個方向進行 我們第一個就是改變量 我如果增加某東西的量 就朝減少的量進行 減少量進行 如果增加減少某東西 就朝增加量的進行 含水瘤酸酮藍色 會變成無水瘤酸酮跟水 如果我加了水 水變多 多了送人家 逆反應增加 變成含水瘤酸酮正常嘛 無水變成有水 加這邊有水正常對不對 然後呢或者是 我讓我的那個水變少 它就會變成 少了下人家的藥 正反應增加 藍色就變成白色 也很正常啊 把水去掉 有水變成無水 也正常 所以我們方向進行就這樣 好 好嘞 所以你就知道 它應該有水會如何 無水會如何 加水的時候反應就會朝 好 左 因為水變多 送人家朝左 所以顏色白色變藍色 加水就從無水瘤酸酮變成油水瘤酸酮 那如果 加熱汽水 水變少 下人家藥 下人家藥 然後呢 所以就變正反應會增加 很正常 加熱烤一烤 好 從油水變成無水 藍色變白色 你就會了 你也可以把油酸酮改成綠化雅菇 油水綠化雅菇跟無水綠化雅菇 OK 這是一個 改變反應物的量 有造成的影響 我們參考的是這個濃度 兩個反應是要記一下 上面叫鏽水 鏽加水變成青鏽酸根 赤鏽酸 顏色要背 鏽離子無色 鏽暗紅色 下面有個二酸根 變成二二酸根 二二酸根橘紅色 二酸根黃色 顏色要背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 改變濃度 這重要是青離子的濃度 好 所以我加酸 清添濃度變多 上面鏽水 右邊變多 多了送人家 所以叫做逆反應增加 顏色從無色變成暗紅色 所謂的顏色會變深 那麼下面 如果我加青離子 鏽子變多 左手變多 多了送人家 向右進行 正反應會增加 會從黃色會變成橘紅色 然後就變成橘紅色 OK 就是我們改變濃度 這兩個反應比較重要 你最好你會背下來 當然你要會判斷 加酸會如何反應 那加酸是這樣 那如果我加減呢 如果我加減 加減就是會去跟輕離子作用 輕離子會變少 上面的鏽水反應 右邊其實變少 少了像人家一樣 所以正反應會增加 左邊變少 要 像人家一樣 所以反應會 對不起 右邊變少 鏽子右邊變少 所以反應會朝 右進行 就會正反應增加 暗紅色變成無色 所以顏色會變 淡 那麼下面這個 加了輕兩根 鏽子變少 左手邊變少 少了像人家一樣 反應向左進行 顏色從橘紅色 變成黃色 就這樣子 所以呢 方程是有記得 會看到他 然後呢 知道判斷 還有一種人會問你 我加食鹽水了 食鹽水怎麼性 中性 所以有沒有增加 或減少輕離子 沒有 所以答案叫做 沒反應 不改變 跟原來是一樣 就是跟各位介紹 我們改變 勒沙特樂原理 反應朝 抵消改變的方向進行 然後講了一下 我們改變反應物的量 以及改變濃度的結果 改變濃度這兩個方程式 比較重要要記好 還有那個顏色要背 就是各位 所應該了解的事 OK